那我们就开始吧 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来听CubeHG的Meternetrack 很荣幸今天和DocLoud的张宏斌 宾总一起分享CubeHG 那我们就先介绍一下 首先我介绍一下DocLoud的张宏斌 宾总 宾总是DocLoud的首席运营官 现在也是CubeHG的TSC 也就是技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宾总在CubeHG的一个成长过程中提出了很多帮助 那我是CubeHG的Meternetrack 然后目前就职于华为云 那现在也在CubeHG的社区主要负责Renetrack 包括Node等SIG的一些工作 那介绍CubeHG之前 我们可以先聊一下边缘计算的一个背景 那随着物联网的发展 包括云原生技术的一个发展 那云原生的中心 其实云原生中心正在从云中心向边缘延伸 那比如说那个就是我们原本的很多的计算 都是放在那个云中心 那现在很多我们的边缘设备也具备了一些计算的能力 并且用户对实验性 安全性 隐私性等有了更高的要求 所以我们也是促进了边缘计算的一些发展 那边缘计算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比如说就是郑竹这张图所说 其实我们边缘计算的一个定义还是比较广泛的 所以它边缘设备的一个分布也是比较多 那我们如何把这些边缘设备去管理起来 另外呢在边缘场景里面 它的网络情况是要更复杂的 所以我们如何在复杂的网络情况下 去管理我们的边缘节点 也是我们的挑战之一 那除此之外还有很多 比如说边缘异构呀等等的一些挑战 那基于以上的背景呢 我们也是在18年正式开源了我们的Kubaj的项目 Kubaj是面向边缘场景 专为边缘协同设计的CNCF首个云原生边缘计算框架 那我们也是目前唯一一个KubajCNCF的孵化级别的边缘计算项目 也截止到现在我们这个Kubaj的项目 已经拥有了7600多个STAR数 那也有了来自全球超过100个组织的 超过1500名的贡献者 那这边也简单的看一下我们Kubaj从18年开源到今天的一些发展 那我们从18年开源之后也一直保持着一个持续的活跃领先的一个脚步在走 比如说在行业方面 比如说在行业方面我们在20年就落地了业界首个 就是大规模的一个最大规模的一个边缘计算项目 就是我们的高速公路的ETC的那个项目 然后再管理了10万的边缘节点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在21年去实现了在 云原生卫星以及智能汽车等方面的一个移动边缘场景的一个应用 那在多个SIG方面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努力 比如说21年1月我们正式的把我们的 我们的SIG AI把我们的子项目Sedna正式开源 那在2021年的5月我们的网络的SIG Networking 也是把Edge Mesh正式的开源来实现跨边边的一个通信 其他的SIG比如说SIG Scability 它是做到了一个性能报告 然后我们也是实现了单集群10万节点接入的一个性能的提升 那在安全方面我们是在 我们是在去年的年初做到了CNCF首个 达到CELSA L3级别的一个项目 那在设备方面就IoT的场景上面 我们是定义了一套下一代云原生边缘设备管理的接口 DMI 通过DMI可以让用户轻松地接入到了我们的边缘设备 那也在去年年底我们在机器人方面 也是发布了一个机器人的解决方案 那以上就是我们COOP AG的一些发展逆程 那这边呢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些计划 我们希望在未来打造一个多领域多场景的一个边缘计算平台 除了增强资深的能力之外 在比如说在北向方面 我们希望能够和更多的行业更多的场景能够联合起来 比如说在IoT方面 我们希望未来可以发布一些IoT人机物的套件 那在南向方面呢 我们也希望支持更多的硬件设备 更多的操作系统等等 比如说我们在前两年是逐渐的支持了安卓 支持了Windows等等 那我们未来希望能够支持更多的一个OS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希望说我们未来能够去把 我们现在是在管理边缘节点 那我们未来是不是能够把边缘集群给管理起来等等 那这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roadmap 那介绍了一些背景之后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社区的一个介绍 以及它近期的一些进展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Cube Edge的这张架构图 Cube Edge它主要是由云边端三个部分组成的 那在云上呢我们是基于原生的KBIS去构建的 也就是说用户它可以使用原生的KBIS的API去管理我们的边缘的资源 那我们在云上有一个组件叫Cloud Code Cloud Code是用来Nest World去云上的这些资源 并且把一些消息Event这些Message去发送到边缘 那同样的在边缘我们有一个组件叫Edge Code Edge Code它就是它的核心的一个模块 是一个轻量化的Kubelet 它跟Kubelet一样可以使用一些CII插件 去管理我们的边缘容器边缘存储等等 那跟KBIS不同的是Kubelet它是使用Nest World机制去访问我们的云上的 但是因为在边缘场景上我们也说了 它可能存在一些网络不稳定的情况 那使用Nest World在不断的断连重连上可能会对云上的一个控制面 包括我们的一个边缘带宽都有一个不小的冲击 所以Kubelet也是在云边上面自己设计了一套可靠的云边通道 然后我们目前是支持WebSocket和Quick两种协议的 那最右下角呢是我们的端侧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实际的设备的一个IoT设备的一个接入 我们有一个可插拔的组件 就是这个Mapper Mapper它可以支持不同 基于不同协议的设备的一个接入 比如说Modbus呀Bluetooth呀等等 那用户呢也可以去自定义的去开发一些其他的 基于其他协议的设备来接入到我们的Mapper 进入到我们的EdgeCode中 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我们的SigDevice IoT方面 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的Mapper的那个部分 那在DMI就是Device这个部分 我们在北向的云上是定义了 利用Cubletus的CID也定义了两个API 分别是Device Model和Device Instance Device Model就是一类设备的抽象 而Device Instance就是映射到了每一个真实的边缘设备上 那在南向呢就是我们定义了我们的下一代云原生边缘设备管理接口 就我们的DMI DMI框架这边呢 它主要是既能够实现Mapper的 就是支持Mapper设备的一个接入 同时它开放了一些接口 比如说然后让你可以基于这些接口去开发 基于你所你自定义的一些协议的设备来接入到我们的边缘 除此之外在DMI框架里面 我们也是结偶了管控面的数据和数据面的数据 因为数据面的数据 比如说设备它采集的数据 它的数据量可能会很大 如果都走云边通道的话 那可能对这个管控面的冲击 包括我们的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带来不小的冲击 所以我们也是把设备的数据结偶开来 那除此之外在最近的一些版本里面 我们也是做了一些更新 比如说我们支持了一个流数据的上报 我们支持了Mapper的升级 而且我们现在也有一个独立的仓库 叫Mapper Framework 就是用户在想开发自定义的Mapper的时候 可以使用我们的Framework 自定义去生成一套Mapper 你只需要去实现其中的一些函数 就可以做出来一套自己的Mapper 那我们看一下SickNode的一些进展 刚才我们也说了EdgeCode里面的核心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一个轻量化的CubeLight 我们在EdgeCode里面集成了一个轻量化的CubeLight 并且因为CubeLight它是使用CubeConnect 去NestWall去云上的资源的 那我们使用云边通道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使用CubeLight自己的一个Connect 叫MapperConnect MapperConnect去访问到我们的EdgeCode里面的组件 竟然访问到云上的CloudCodeCode 用我们的一个可靠性的云边通道 并且能够减少一个云边带宽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在CubeLight里面做了一些裁剪 因为可能边缘设备上有一些资源受限的场景 需要做到一些轻量化的一些要求 所以我们也是对CubeLight里面 有一些不太涉及到边缘的场景的东西 做了一些裁剪 那我们维护了一套自己的CubeNet的仓库 那我们这些裁剪的内容 也都可以通过每一个Commit去显示出来 大家如果有需要 比如说我们有的用户需要 对轻量化有更高的要求 那他可以基于这个基础之上 再进行一些自定义的裁剪 那有的用户可能需要某一些额外的功能的话 他也可以恢复一些自己自定义的 自定义的一个Commit 然后把我们的CubeLight下面的GoMode的仓库的版本 给替换一下 就可以去实现自定义的使用轻量化的CubeLight 那Signode在最近的几个版本里面 也是做了一些新的特性 比如说我们在我们支持镜箱预加载 在边缘场景上 可能第一天的Keynote大家也都有 有的人有听过 就是我们跟Neo那边智能支架去合作 智能汽车去合作 那可能有的智能汽车在换电站的时候 它的网络会比较稳定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把一些要更新的应用 要部署的应用的镜像 先预加载到边缘节点上 然后之后发布正式的应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即使在网络比较差的情况下 也可以实现应用的更新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做到了一些 比如说边缘模块的自启动等等的一个特性 接下来这个部分是Sign Networking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紫项目一个EdgeMesh的一个紫项目 EdgeMesh它所做到的就是实现一个跨云边和跨边边的一个通信的能力 因为我们比如说像Couple Proxy这些 它是要依赖于节点和节点之间的网络是互通的 但是在边缘计算场景这种情况可能会比较少见 所以我们就是使用了我们的EdgeMesh EdgeMesh会在每一个节点 每一个work node上都部署一个engine 去连接到云边的节点和边边的节点 它主要有五个部分组成 其中比如说Proxy它就是去设置一些iptables的规则 去把流量拦截到EdgeMesh里面 而最重要的比如说就是Tunnel 它可能会去使用打动或者中继的方式 让边和边之间连通来实现我们的一个跨子网的一个通信 接下来这个是我们在安全方面做过的一些工作 那我今天上午在那个安全的一个session上也有分享 就是我们Cube Edge联合了CNCF 包括一些第三方公司完成了我们的Cube Edge的一个安全审计 去对Cube Edge的整个安全做了一个评估 我们也是CNCF首批把模糊测试 发定测试集成到我们的Cube Edge中 包括现在也在Cube Edge的那个CI中 还有我们也是CNCF首个达到Celsa L3的一个项目 除此之外我们社区也承认了team security 那我们可以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漏洞上报 漏洞修复 漏洞发布的一个流程 接下来我再花一点时间 介绍一下那个AI在边缘的一个应用 这边是我们那个SIG AI的一个子项目叫Satna Satna它是一个分布式的边缘协同AI的套件 因为可能大家随着现在的一个云原生技术的发展 我们原本的边缘AI它所做的工作 是在边缘推理而在云上训练 那我们通过我们的Satna这个框架的话 它可以实现云边协同的一个AI的能力 我们可以它利用Cube Edge的一个边缘协同的一个能力 比如说我们待会可以介绍一下 它是怎么去把AI的一些能力 通过云边协同来提高一个推理的性能 它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它提供了一套边缘协同的AI的框架 第二个是它是集成了一些训练和推理的框架 比如说联合推理 增量学习 联邦学习 终身学习 第三个是它是开放生态的 我们可以兼容主流的一些AI框架 比如说PyTouch等等 那我们也提供一些额外的接口 用开发者也可以在这个接口里面 去集成我们的第三方的一个算法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具体的一些 就是结合我们的一些终身学习等算法是怎么实现的 那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是一个终身学习的例子 终身学习它面临的场景可能是 当我们的有一些场景它的样本比较小 它的数据量比较少 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过拟合的情况 或者说它的数据是异构的 它可能会出现一些灾难性遗忘的场景 那我们可以在我们的SedNet在云上 去做一个知识库 把我们的边缘积累下来的一些数据 知识都集成持久化在云上的知识库里 另外再通过结合一些增量学习 以及多任务训练的方式 我们可以实现一个跨场景 然后跨时间的一个Transformer 最终也是能够更好地去帮助我们 去处理一些未知的一个任务 这是在终身学习上面的一个实现 这边是一个联邦学习的一个案例 联邦学习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用户 比如说我们部署了一个AI的算法在边缘 那边缘的它的资源量比较小 它的计算能力可能还是有限的 那对于有一些例子 我们很难用边缘的模型去推理出来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能够提升我们的一个 推理的准确度呢 我们可以把有一些逆子 我刚才说错了 这应该是我们的那个联合推理的一个 稍微等一下 对 就是这个联邦学习 就是我们 我们可以比如说有一些数据 它有一个隐私性的要求 它不愿意上云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在边缘去对隐私性的数据 进行一个推理 我们不把原本的数据上传到云上 而是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加造 把这个加造的表征去上传到云上 这样我们可以实现说 我们在云上去聚合 聚合这些知识 而不是说去聚合那些数据 进行一些推理 那这样的话 比如说对于多个厂商 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数据上传到云上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边缘去完成推理 而把推理之后的知识 模型的参数上报到云上 来更新云上的模型 云上更新模型之后 再把模型去分发到各个边缘场景上 去完成一个本地的一个推理 最后就是我们的一个边缘 联合推理的一个能力 它主要是就是 刚才说的如果在我们边缘场景下 资源比较受限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部署一个深深模型 在我们的云上 再部署一个浅模型在我们的边缘 那我们在边缘通过浅模型去推理 那如果说他浅模型的推理 他的有一个智信度 在智信度满足要求的情况下 那我们可以直接返回一个推理的结果 但如果说他的智信度不够满足要求 那他可能这个数据是比较难推理的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数据上报到云上 由云上来完成推理 那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的一个边缘协同 联邦学习的一个联合推理的一个能力 那最后呢是SIG Robotics 就是我们机器人方面的一个应用 它也是跟我们的Sedna呀Edge Mesh 都已经联合在一起的一个能力 也是我们发布的一个机器人的管理解决方案 那我们在云上呢 它相当于一个机器人的大脑 它部署了一个大模型的一个 大模型 然后它可以去解析一些比较复杂的语言呀等等 然后把这些指令 分析成一个简单的指令 分发到边缘 那边缘呢 同样也会有一些推理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在边缘有一些实时性的要求 我们不一定能满足到说 我们把一些用力直接发到云上 云上处理之后再推到边缘机器人 那可能机器人的反应速度是很慢的 所以我们在我们在机器人上就可以做一些本地的推理来提高一个机器人的一个执行的效率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这个框架也是提供了一个一个一致的开发体验能够简化大家对机器人的一个应用开发 包括可以用我们这个平台能对机器人有一个高效的管理 包括我们的多种异构的机器人都可以去统一接入下来 那以上就是我对各个SIG的一个介绍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宾总 好 谢谢鲍远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Kubernetes作为云边协同的一个项目 它的内容非常的多 因为在这里面可以看到 因为Kubernetes主要是运行在数据中心的嘛 但只要在边缘 只要有计算能力的 就非数据中心的 你认为他们现在在整个这个范畴都是把它归咎于边缘 所以它要处理的内容 技术 包括它能够设计的方面会很多 所以刚才我们讲的有 比如说有各个场景 比如说有IoT 物联网 比如说有AI 有现在的大模型 包括机器人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边缘 所有的边缘都是和场景相关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Kubernetes可能一直以来 它在整个的对用户的故事这一块 包括它整个的客户这块 它其实有非常多的场景 所以这边呢 我们就专门给大家能够做一些分享 这边呢 其实我们练了一些 Kubernetes作为云边协同这个技术 有方方面面的场景 而且它涉及到很多的领域 比如说第一个在智能交通里面 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多的 可能有公路 有铁路 只要跟交通相关的 因为交通本来汽车就是一个专门的计算设备 然后第二个smart energy 就是智慧的能源 这边其实也有很多的 第三个呢就是在工业场景里面 比如说在智慧工厂 比如说在具体的那个大数学中心 然后CDN 一直以来就是边缘的 这块很重要的一个用途跟场景 以及呢像之前一直以来在Kubernetes作为一个很标杆的案例 就是说它可以跑到卫星上面 现在就是在卫星这块的那个新网协同 像智慧校园 包括很多的像金融客户 包括智慧的物流 包括跟那个化工 那个电网 甚至呢包括各种各样的 包括一些那个运营商 这有很多的 只要跟它那个整个计算能力 它不在数据中心的 它都可以认为它是边缘计算 所以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场景 那么这边呢我就简单给大家能够 去share几个场景 在第一个场景 我这个场景其实没有先后顺序的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场景 都之前有多个分享 那么每一次呢我们的分享 就会加入一些新的场景 比如这个场景就是我们最新 能够给大家看到就是一个智慧零售的 其实现在我们就像 大家代入感一样 现在去那个店铺买东西 跟原来其实很不一样的 现在的店铺真的会很智能 上面有很多的计算设备 有很多的非常投 包括有很多的这种 比如说你的那个 你进去你的轨迹你的计算 甚至来说你的喜好 所以这个呢就是 我们看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零售店 他们在用Cubrex 能够怎么样能够来做智慧零售 比如说当你的人进去过后 他有很多的采集设备 这种采集设备可能有物理的 有数字的 物理的就可以知道你的行为 假设我就知道 我停留在哪个商品面前 超过了一段时间 他就知道你对这个商品 可能会有兴趣 那么他在后端的税中心 就可以能够针对你这个行为 播放一段你的广告 或者呢说对你这个商品 假设我去触碰到他的时候 我拿来看了两秒 他就会把整个商品的信息 帮你列出来 同时他根据你的人脸识别 他会知道你整个 你之前在这里面的消费的记录 消费的行为 包括呢说你之前 在我同等的店铺里面 购买的一些记录 他就会帮你能够做一些 更多的一些推广 所以这个呢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领域 包括我们像自动的售卖机 这种方式都会有很多 所以这块呢 它本身来说 就会把你的场景 和你的行为 包括你的数据 你的喜好 它一起能够把你做出来 最后呢会帮你 可能推送一些信息 可能帮你 能够把你之前的行为 帮你能够列出来 包括能够和后台的系统 能够打通 这块呢就是一个偏智慧零售 这么一个场景 第二个呢 其实之前呢 就是一个很大规模的 就是在高速公路 自动地能够去 识别车牌 能够自动通过 刚才我们也讲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场景的一个案例 可能有数十万台的 整个节点和设备 这个可能是在三年以前 就已经是在交通部里面的 各个高速路口能够去使用了 现在呢 正在大规模地 能够去使用升级 包括怎么样能够更稳定 更有高效地 能够来产生这个 高速路不停车收费 这样的一些场景 这个呢 其实是 也是一个国外的 是一个客户 那么他们呢 主要其实是 做一个车路协同的一个案例 因为在 真的在智慧交通里面 它在智慧的红绿灯口的时候 它怎么样 因为交通它的变化是 各种各样的 分繁复杂的 比如说在某一个路口 它肯定有专门的 那个 专门的计算设备 根据你之前通过的流量 根据你之前 产生的路况的信息 举个例子 之前产生的一些交通事故 它知道了这个信息 当你汽车能够 开到这个路口的时候 它会把相关的信息 能够推到你的 汽车的边缘设备上面 或者来说 它提示你前面有那段堵 那些汽车 它基本上方式就是用 车路协同的概念 能够来做智慧交通的概念 所以它的红绿灯路口 甚至来说 帮你能够协调车辆的流量 所以这块呢 就是一个国外的 一个这种客户 它也在采用 整个Cuber Edge 作为云边协同的方式 能够帮你 能够做智慧的交通 这个呢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就是Robots这一块 他们也是一样的 通过这样的 刚才其实我们 基本上分享了这个案例 通过Robots的案例能够来 它各种 异构的 连接到的一些 那个机器人 它通过它怎么能够 到现场 能够来做一些 能够来做AI 能够来做推理 能够把它变得更加智能 也是基于整个 Cuber Edge这样一个概念 这一块就是 像CDN 在电信里面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CDN 已经存在了很久了 之前的话 更多的CDN的方式 它基本上的方式 就是能够 在边缘端 能够有具体的计算能力 而且它的规模会非常大 那么同样的 现在目前最新的CDN里面 会把边缘计算 包括迎边的协同 也一起放进去了 它在多个Region 然后为了能够做到加速 它能够通过 迎边协同的方式 它一方面能够 知道了整个流量的一些情况 包括它可以能够处理 多种异构的 这种它的CDN的一些架构 以及它可以做一些 智能的分配 智能的管控 这边它可以把你 最近的CDN能够给你 包括能够最优的 通道最先的 这些都是通过 云边协同的方式 能够做好整个的 在电信里面的 比如这个case 就是原来天一云 他们做的本 在CDN这块 你也能够做的一些事情 当然这块的场景 会非常的多 你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讲的 在各行各业 只要有它计算能力 只要有它计算设备 它其实都会用到 整个的概念 都会用到这样的概念 然后下面呢 我再分享一点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我们会讲 整个在Cuber Edge 这块的整个社区的 一个治理 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讲 这块领域呢 可能看到绝大部分的 这个 就是Maintinger 学习里面都不会太多 涉及到整个 community的一个governance 因为这块 其实也给大家 做一个预告 因为Cuber Edge 刚才我们看到的 它本身的技术点 会非常的多 它的场景 客户案例也非常多 所以它非常需要一个 很开放的 整个community来做 当然还有很重要一点 就是整个的Cuber Edge 它现在有个 很大的milestone 因为它正在 做毕业的过程 因为毕业 它整个一个 project的毕业的话 它对整个社区 你的治理 包括你的繁荣 是要有非常高的要求 因为它一旦毕业了 就证明你的技术 以及包括你的整个 社区是很完备的 接下来可能更多的 就是要推向 越来越大规模的 一些生产 然后同时呢 能够会有更多的一些 开发者 使用者 包括什么培训 认证 它一系列 可能都会来做起来 所以我们 其实在Cuber Edge 这个社区 大概在很早 大概在一年多以前 我们就开始做了 很多的社区治理的工作 比如说我们会有 现在整个Cuber Edge的最高 和我们和整个Kubernetes 是非常的一致的 align的 我们最高的 就是通过技术委员会 就Technical Steering Committee 下面分设了各种的 这种SIG 刚才鲍园也讲了 有很多各种的SIG 就是各种的一些直领域 每个SIG有专门的SIG 他们负得Push这个SIG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就是有各种各样 当然还有一些 我们通用的 比如说我们叫Release 比如说整个Management 整个我们的 整个的一些这种 它后面的推广 同时呢 我们还设了一些Working Group 这个Working Group 就是一个工作组 因为它可能就是 跨SIG的一些协调 这边通过Working Group 方式来做 这边我们SIG 我们TSC大概有全球有七个 它的跨度也是在 有全球过地 我们有十一个SIG 还有一个Working Group 所以看到整个的架构 不管你是有新的场景 还是有新的技术 它都是在不断地 往前很稳步地 能够来推进的 第二个呢 这是一个整个的Ecosystem 可能在之前 在Cubrej本身来说 发现它有个 很大的Ecosystem 它的厂商 它的广度非常高 它有技术上厂商 它有硬件型的 有芯片的 有设备的 有软件的 有研究院 还有很多的高效 因为现在整个的云边协同 包括这块的边缘计算 是非常多的高效 它研究的最主要 很主要的方向 像去年我们 我们过去连续两年 我们都做了整个Cubrej的 Academic的一个 就是学术内 学术界的一个像 像论坛 包括呢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 创新发明 都在这里面 可以看到这里面有非常多 此外呢 还有很多别的Activity 比如这个Activity 就是我们的LFX Mentorship 就是Linux Foundation的一个 它的导师计划Mentorship 在Cubrej 它整个的Mentorship里面 有连续四年提供了超过20个Project 现在正在 此时此刻应该是正在 有另外一个会场 就叫做Linux Foundation的Mentorship 它的一些主要的介绍 所以在过去的四年当中 有超过20个Project 而且这些20个Project 贡献了非常多的Feature 不仅仅是现在社区 我们已经有的像 Reviewer Mentainer 包括Contributor 还有很多关于全球各地的 我们通过Mentorship的方式 以及这边呢 我们会有很多Partner 这是呢 我们整个的一些 我们的Website 因为接下来 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它会有很多的一些知识 很多的一些Case Study 这边呢 基本上都在整个Website里面 会包含了所有的 所有的一些内容 包括Partner 它可能会有Technical Partner 它可能会有一些Device的认证的一些Program 它其实都会在这里面去使 那个可以看到 大家呢 也都可以去访问 就Cuperage 多Io 这里面可以看到 所有的最新的一些文档 最新的一些Case Study 包括Partner的情况 最后呢 我就给大家隆重的 其实提前预告一下 因为这是 也是社区经过过去好几年 在整个Cuperage的整个社区里面 应该是Cuperage 就是唯一的一个做边缘计算的 因为 大家可能会听说会有不同的 做边缘计算的这个Project 是吧 但这个概念呢 Cuperage一直呢 坚守的方式是 边缘计算和云当中 是有很强协同的 边缘它不是孤立的 所以 我们并没有采用 完全是边缘脱离云的方案 而是边缘里面会和云 因为云有强大的计算能力 然后边缘呢 它有很强的场景实现 它对延时要求会更高 它自己有专门独立的场景 所以我们这边呢 会采用协同的概念 现在呢 经过过去几年的发展 技术上更加成熟 然后案例当中也越来越多 所以呢 现在正在做整个的 我们叫 叫毕业的流程 本来我们是希望 Cuperage是在 这一次的Cupercome里面 会来完成整个毕业流程 会正式的 是由CNC 计算的 但 可能呢 我们稍微晚了一点点 现在呢 基本上能够走到 最后一个阶段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接下来 我也提前做个预告 所以Cuperage 应该会迎接的 接下来一个非常大的Milestone 就是整个的毕业 而且这个Cuperage 基本上是由 大部分是由中国团队 中国的团队 中国的community 他们自己能够来 来参与 能够来更多的 能够来去贡献 而且能够去推广 当然了 这是一个全球的项目 因为一旦毕业了过后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项目会 到一个下一个阶段 会有更多的客户 它的技术的稳定性 它的技术的成熟都会更高 以后会有更强的社区 能够参与进来 所以最后呢 我的最后一页就是 就是Cuperage 它的方式就是 make a cloud native ubiquitous 对吧 它的意思就是 因为有边缘就像场景 所以只要有计算的场景 它能够就无处不在 所以我们的概念的方式就是 它可以在 Multi domain Multi sim 什么Edge computing 然后保证在云原生 在所有的场景 无处不在 这边大概就是我们的分享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个 可以包围和我们一起来回答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可能 可能下一次Cuper come的时候 就不是来介绍 这个Cuperage这个项目了 因为他可能到了下一个阶段了 他已经毕业了 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状态了 对于智能汽车这个方面 现在应用场景的话 因为刚才介绍了好几种云边协同 对于智能汽车这个方面 现在应用到了哪个程度 然后有大概多大的训练量 或者是想知道一下 现在的实际情况 行 我简单说一下 其实昨天的整个Knote里面 应该在GIM之后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分享 就是Cuperage在Neo 在未来汽车里面的分享 这是一个 因为大家很多人也都很感兴趣 因为这是真实的 能够上生产的案例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动 包括其他的 之前我们还有一些 在社区里面还有很多别的 它跟汽车相关 或者跟智能交通相关的 所以有很多的案例 那么至于回答你的问题 比如说它到了多大的量 或者说特别是你提的是AR的量 其实这个真的跟场景相关 比如昨天的 我们那个Neo 就未来汽车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分享里面 它其实从它的汽车本身来说 它已经上量产了 它已经是真的用Cuperage 能够来做云源协同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它本身在它数据中心里面 它其实也广泛地 会用到整个云源生的技术 所以它整个的落地的时候 它是一套完整的一个技术架构 这是一个方面 至于来说它有没有用到 比如昨天那个case里面 它有没有用到多少AI的 多少量 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我们其实 我认为最大的一点就是 Cuperage已经在很多的领域 它已经做了很多的 上规模的生产效用 我觉得这是最难得的一点 好吧 这是我的一个解释 包括像刚才我们那个 这种高速路口 是有十万台以上的设备 那真正的这种不停车收费 虽然我们现在应该都能感受到 它真的是在用云别系统的方式 能够来使用的 我们现在就举例来说 最有最最 那个significant的 就像那个华为的 Harmony OS 它主打的是万物互联 在设备上 或者在 Data Center里面都是一套OS 然后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从Cuperage这个角度 我们也是做的一个云和边缘 协同的一个存在 就是可能层级上不同 但是我想从我们Cuperage的 Maintainer和这个项目的角度 是怎么去看待和这种 万物互联的OS之间的一些 联动的关系 首先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边缘 边缘它的设备 它其实OS是很多种多样的 那我们所实现的一个万物互联 就是说我们在一套边缘的 就是比如说Cuperage的一套框架里面 我们是可以支持多种不同的OS 或者说多种不同的硬件设备 都可以 异构的硬件设备 都是可以的 对 然后比如说我们 刚才你也说的那个Harmony OS 我们现在也是支持的 那你 比如说你在一个应用场景里面 你可能有Windows的设备 有Ninux的设备 有Harmony OS 还有安卓的设备 那对于我们来说 在一套Cuperage的架构里面 我们可以同时管理这些 所有的异构的边缘节点 来实现它的 就是比如说设备 万物的互联 我们是这样子的 对 问一下就是刚好我们也是做物联这一块的 就是我们最近也是比较重视那个边缘计算 然后呢我们是新能源 光伏这一块的一些设备 然后呢就是可能说你刚刚就是昨天我也听了 那你有那个讲就是 就是可能一辆汽车的它的价值比较高 它们可能不会在乎边缘的一个网关的那个成本 但是我们这边可能会对网关的一个成本比较限 就有这个要求 比如说很多一些小众的网关 或者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像很多树莓派 或者一些ARM架构的 就是你们对这一块的支持 跟或者未来是怎么样的 对 我觉得这块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 其实Cuperage的整个设计架构里面 它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它非常的轻量 它相对于其他的 可能一些边缘节奏的框架 它的轻量准备要高很多 就简单来说 比如说你提到的像树莓派 像我们把从最低版本的树莓派 都可以往上支持 包括你最低算力的这种 树莓派的这种算力 我们都可以来支持 因为可以刚才看到刚才那个架构 它其实更多的是把边缘 它能够做得非常轻量 这也是它相对于别的架构来说 在IoT领域 它的适应场景 其实是相对于别的 稍微比较偏重一点的边缘节奏框架 它有很强的优势 因为它像比如说原来 它单独在边缘当中建立一个集群 它其实是要原来的 Kubernetes中心的各个模块它都会有 但这块它更多是把边缘当中 能够做成一个 类似有一点像Agent一样的 它做得很轻量 它把必要的模块 它只需要能够来通信的 能够控制的 它只需要能够保留了必要的模块 它把更多复杂的处理能力 其实还是放在数据中心的 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 是一个边缘协同的概念 所以回答你这个问题 其实IoT场景当中 是我们可能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它从整个架构 它从整个落地的场景 其实都体现了这一点 好 谢谢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我们目前 比如说像Agent 我们很多的协议 可能有可能接近200个Agent 比如常见的Modal Bus DOT645等等 就是像我们管理这么多 这种协议可能也不太好管理 就是像Cuperage有没有说 有稍微好一点的方向去管理这么多协议的一些Agent 其实我刚才在介绍那个IoT的那个上面 已经有提到了 就是我们的Mapper 它其实是支持多种协议的设备去接入的 就是我们现在内置的 比如说一些Modbus OPC UA Bluetooth这些 那除此之外 如果大家说 我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协议 那其实也可以去基于我们这个协议去 协议去开发我们的那个Mapper 我们是可以同时去支持 不同协议的一个设备的接入 而且为了简化大家 比如说去开发这个Mapper的一个工作量 我们也是做了一个Mapper Framework的一个仓库 那我们可以去自动就是去生成我们的整个的一个 framework的一个框架 那你只要根据那个框架里面的去提示 去实现其中的一些关于协议的那个部分的内容 就可以去做出来一套你自己的自定义的Mapper 然后来去对接出不同协议的一个设备 好 谢谢 你好 我就接着问一下这个Mapper的事 还有包括刚才您提到那个设备模型的事 我想问的是说咱们Mapper是基于就是容器化的方式 去管理和部署的吗 是的 其次是说那在设备模型这块 咱们是就对设备或者协议的这个模型的管理和配置 是基于YAML文件去管理 还说是现在是怎么在做的 对 设备模型它是你说云上的那些接口 它是使用Kubernetes的那个CID去定义的 对 那边缘的就比如说我们的协议转译 还有就是转译这块 它是怎么去配 它支持多种的 包括YAML JSON 我们可以去就是做一些多语言的转化都是有 就是现在社区就刚才那个宾总介绍那个LFX的那个项目 我们其实有做了一个就是有有有有今年的一个新个课题 就是我们去那个去实现一个Mapper支持多语言 就是包括您说的YAML呀JSON呀这些更多的语言 我们都可以在Mapper里面去支持 这可能在接下来这个版本 就是大概在十月份发布的版本就可以去支持了 所以我理解说如果是基于所谓的这种container的方式去部署 是不是可以把边缘的设备理解为 或者说边缘的这个网关 我们叫协议转译的软网关 也理解为是一个container的方式去部署 然后 可以可以 然后它的里边的这些协议的选择是可以基于YAML去进行一个灵活配置 可以的对 OK好好好谢谢